中国助生人口不断下降 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称 去年全国幼儿园减少5000多家 在原幼儿减少177万 为近15年来首次负增长 这引发了民办学校倒闭 与教师大规模事业的担忧 随着中国年轻人就业越发艰难 早前中共当局将问题推给了年轻人 指责他们是当代的同一己 受到广泛争议 近日中共喉舌媒体央视又报道 义乌一对年轻夫妻百夜市 单日收入就有9000元人民币 再次引起民众吐槽 是侮辱正常人的智商 质疑没可能 还有网友算出 一分钟得卖出去两份营业额才能达标 英国执行长库克等人 周六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台 被官方定调为 疫后经济重启的指标会议 但CNPC记者发现 美国出席的企业家极力保持低调 而前一天 美国商业调查公司 美斯明治集团在北京的办公室 如遭中共当局搜查 5名中国籍员工被拘押引发关切 外界认为 中共此举将打击外商对华投资信心 3月25日 一段显阳艺女子在美食城被多名男子追打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女子已被打至面部变形 这是既去年唐山打人案后 又一起被受关注的恶性打人事件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необходимо